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否可以功课呢? 下面就用实操来验证吧 这是配置原版屏幕的iPhone 13 Face ID功能是正常的 我们更换新屏幕看看情况 严谨起键 把原屏幕感光排线 也安装到新屏幕上 把新屏幕装到主板上试机 尝试面容录入 可以看到 更换新屏幕后 Face ID录入失败 而且 原彩功能也是没有了 我们要验证的就是把原屏幕这个芯片 更换到新屏幕这里来 评经验猜测 Face ID加密信息储存于这个芯片里 接下来先拆下原屏这个芯片 一番操作后 芯片拆下来了 给芯片除胶 智庆 智 psychology 高级 第三 到达 你 会 窃 拆下新屏幕芯片。 新屏幕底板除焦。 把原屏幕芯片装到新的屏幕上。 把装了原屏芯片的新屏幕。 扣到主板上开机式Face ID功能。 成功录入。 成功解锁。 你学到了吗? 至于原彩功能。 还是没有。 是没有。 是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